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1年十岁 入私塾 苦读四年后辍学 随父母至湖北公安县驾渡船为生 1925年十四岁 离俗家至公安县新口镇某寺院出家 被父母强行逐回 剃渡未成 此后 举家迁至湖北公安县 弃水运而以种田为业 1931年二十岁 自购小船与父亲一起做水上零售生意 往来于湖南衡阳及湖北汉口之间 1936年二十五岁 于湖南南粤狮子炎归一有道高僧 敬名老和尚 坐在家居室 平日以念佛为功课 1942年三十一岁 在闸河口镇开恒星远 锅瓷南货店 1944年三十三岁 有家人因肺病亡护 继而生母病危 日夜迟念大悲咒 使一杯清水变为乳白色固体 无法倒出 虽然感应超长 但终不抵人生无常 老母依然故去 1945年三十四岁 父亲故去 心痛欲绝 无心打理事事 亲自谣传 将三人灵鹫运回老家衡阳合葬 法初离心 以敬名老和尚替度 为沙弥 获赐法号昌金 字 弥光 经恩师同意 于三位亲人坟种上搭起茅棚 以沙弥身份 开始了三年多的守孝善行 1946年三十五岁 守孝期间寸步不离坟种 日夜以持送佛号为功课 念佛功夫 以祸相应 身祸伐喜 以后见到他那家 他就跟我取个名字 取个呢 这个呢 这个派一号 派一名呢 就叫香精 后面呢就叫米光 就叫南无目的密的 官民的官司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河沫现在还在河沫做生意 将来我赶紧回家 把这个生意不做修了 修了他 修了他就探了 好 以后啊 那时候一到河沫啊 河沫啊 都那一年都等着哈月里了 哈月妹妹的 都专业困子 就本回家 本身回家 本身回家 本身回家以后 修三年校 将前一修校就改房 改房我就走了 1949年38岁 守校期满 获敬名老和尚准许 为寻找虚云老和尚 而前往曹西南华蝉寺常住 1950年39岁 离南华往云门寺 从此开始了亲近虚云老和尚的修行历程 当年夏季某日 他梦见六祖慧能大师 亲卫搭批大红祖义 又一夜 梦自己身碑云门文眼禅师过河 此后 常身心凝定 外缘不勤 在丛林坚持苦行 与大辽任火头 菜头或行堂 长时间不上早殿 功课生疏为大众所积异 某日 在禅境中忽然 浮至心田 身心洞彻 捧起功课本 翻阅二十分钟左右 既已备熟 便向大众报喜云 游戒生定 从定发会 佛语真实不虚啊 在大众面前 持诵愣言神咒舞会 一字都无缺错 又一次 已大病在床七日七夜 心在定中 病欲起身 自觉刚过数秒钟而已 起身后 书记云 六道轮回 苦无边 改头换面 如风悬 背臣合觉 寻规录 学佛出臣 了有期 百年光阴 快如缩 仰射虚空 见还多 中途有舍 不投宿 西阳西坠 毁后吃 又写道 龙脱金锁 凤出龙 插翅飞腾太虚空 有时 汤过尽 也贺无良 天地宽 又写道 本来一截 牟尼宝 虚空黄金买不到 歇心去祸 观自在 行住坐卧 随身跑 这些祭宋 清晰地表达出 迷光老和尚 朴实真切的禅门受用 一九五一年四十岁 佛教界爆发云门四事件 风波建平 既有弟子 祈求传界 虚云老和尚乃拟定农历六月 亲授三坛大戒 他发心一坛求戒 同时授戒者 仅有十二人 戒场上 悠坛佛罗花再度开发 戒期圆满以后 与佛前燃左手无名指 以身供佛 戒期圆满以后 一九五二年四十一岁 虚云老和尚进京 他留云门寺 常年一见纳敖 在苦行丹上 为众扶劳 任劳任怨 少言寡语 四季赤脚 不知东下 不与人和 定功尤尽 他于下半年赶到云居山 入寺门时 全寺才四名僧人 实为虚云老和尚坐下中间弟子 全力护持祖庭 破冰下水 不计虚寒 尖丹背扛 劫在道中 整日劳作 长同转顺 与之同餐 劫感差异 一九五五年四十四岁 他因在云居山种水田 而风湿病日趋严重 以下山针灸治病的因缘 到达扬州高敏寺 驻禅堂 因得粮食精心治疗 风湿病痊愈 功夫大尽 却又因肃反等运动受到牵连 从此磨难不断 但从不退失悼念 此后又经受破四旧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种种磨难 一九六六年 五十五岁 被下放到农村 恶令还俗 而坚持不可 十三年 放牛为业 日出日暮 遥望大河对岸 禅门祖庭 苦心励志 坚守宗门 始终谨遵虚云老和尚教诲 舍命护法 绝不脱下僧庄 在文革高压之下 丝毫不退道心 磨难越大 悶念越坚 春节前 为鼓励道友坚守宗门的信念 他顶着天大的压力 在寄居的破门楣下 写下了一幅 期待宗教政策恢复的对联 下放农村十三春 养猪牧牛度光阴 求佛慈光明心地 愿度众生出苦轮 这幅对联 一直贴了十三年 1978年 67岁 在一次受命接待日本友好使团时 迷光老和尚顶着巨大的风险 上前握住陪同各国客人的赵普老双手 一边寒暄 一边有意拉开僧袍 露出内里俗人的工作桩 向众人显示当时宗教政策尚未恢复 以此因缘 推动了1980年扬州大明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 开文革以后 佛教寺宗教政策开放之先河 1979年 68岁 为祈求呼唤佛教信仰复苏 弥光老和尚舍命三步一拜 离九华普陀 并沿途燃香共佛 皆也信众无数 此后 为恢复扬州高敏寺 而亲上北京 在天安门悬雪书 请求恢复高敏寺道场 最终圆满所愿 使扬州的大明寺 高敏寺 京中寺 观音寺 全部落实宗教政策 为全国性落实各大寺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打架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 73岁 宗教政策落实已成必然 老和尚开始苦行 自年中入关起 前后累计二十余载 常在关中 以悟道了生死为毕生追求 闭关期间 所有供养均为诸弟子印经刻碑 使众生结菩提缘 凡有新侍者到来 老和尚总反复诸托 人生无常 我缘济后一定要做康 纵观弥光老和尚一生 护持佛教 不惜生命 率性执伟 近乎狂军 铁尖单道义 苦行续缠灯 在丛林麾下 一直于饭头 菜头 圆头 火头等轻重担上 苦行惜福 从不积蓄金钱 所有供养均用于克佛 印经 从不追逐 执事 住持位置 甚至八十高陵 返云居山 依然自种蔬菜 刨土拔地 不为他人 苦心孤义 教导后学 培养禅宗人才 从无一日懈怠 2008年97岁 5月23日至24日 弥光老和尚 嘱咐弟子 以后供养我的地方 要立这样的对联 弥云蒲县 大千世纪 光明济照 万类有情 后便此云居全山 大小直视增 自言即将圆祭 以后不再共住 要求做纲 不要火化 5月25日晚22时30分 老人将身体调整为 右侧吉祥狮子卧 安然圆祭 2008年5月27日午夜 22时30分 由于做纲需要 老人法体转离云居山 至武汉市黄皮区六指镇石观音寺 进行特殊安置 5月29日晚22时30分 弥光老和尚做纲过程全部结束 之后 弥光老和尚法体在石观音寺做纲三年有余 其比丘弟子为之守孝 从始至终打理一切 2011年100岁 10月16日晚 对于法体的解释获得了结论 以获圆满成就 老和尚实现了他的愿望 与十方众生涌结菩提缘 见者闻者 无不感叹 禅门之修行 真实不虚 师傅做纲过程 师傅做纲过程